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是不是遇到老山长谈的题 都已经做过很多遍了 我再来讲一遍 以这个低选项为例 12 25 其实你走到12的时候 你是不是知道你第一个选择的是12 也就是12是你这颗二插牌数数的根界点 对不对 然后你往下走是不是 要么走了左子数 要么走了右子数呀 但是你是不是不知道走了左还是走了右呀 你只有在你看到这个序列之中的25的时候 你才知道当时它是走了右对不对 那么你是不是读到25就知道这个12是走的右边那条路 也就是12往后的所有节点都应该大于12呀 同样在后面这里你走到71的时候 是不是知道25这里它也是一左一右 然后你看到了71说明你当时走的是右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25之后的所有节点都应该比25大呀 OK这是我们做这类题的一个关键信息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A选项95往后走22得到了信息 当时你95是不是走了左边那条路 所以说你后面的所有节点是不是都应该比95小呀 没有问题没有一个比它大的 然后来看这里2291 91得到了信息是不是 在22那条路你走的是右边 所以说后面所有的节点都应该比22大对不对 OK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24是不是告诉你一个信息 在91那条路的时候你走的是左边 你后面不应该有节点大于你对不对 应该都是小于91的对不对 然后你发现了一个94 这是不是一个另类呀 所以说A选项就是我们要的不可能构成一条插找路径的一个序列 其他选项也是类似的比较 整个比较的过程都在这里 注意我括号里面写的一个信息是说 从这个节点开始往后的所有的数都符合我括号中的条件 OK这就是这类题的一个关键做法 OK这就是我们这类题的一个做法 我们也是做过很多类似的题了 剩下的三个选项 希望你能够利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些都做一遍 然后和这里写的比对一下 好吧